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是我用这个狗子人参 这个粥 全民粥 这个狗子大家知道是一种骨血 抑制 还有这个人参 所以说这个也是营养搭配非常传的一个菜 最后我搭配了这个洋葱 洋葱大家知道是这种食品的 它会触及我们血液的活跃 触及我们大脑自包的活跃 所以说多吃的话会重新生血 搭配了最后饭后搭配一个血泥 血泥的话就会降低我们的心理环差 环差 还有心愿 愿醉的动作 所以说这个餐的话是针对这种病人康复 还有叶子康复 还有小孩子要补血的这个营养餐 所以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多来解释 多来做 再底下多点鸡嫩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菜 好的 我们准备开始做菜 大家先开始这个原材料 这是牛肉 土豆 洋葱 红椒 这边有植椒 花椒 还有黑的香菇 这个是煮烧杯 人参 猴子 这边是料头 还有蒜 酱 葱 配一点点香料 等一下 勺这个牛肉 还有这个青菜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把这些菜做出来 好 现在是这个汤 好 我们把这个脂脚 把这个脚趾 砍丢 好 再一开二 砍小一点点 好 这个发生根香菇 我已经刚才清洗过了 一尺就放下去 好 它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个是个牛肉 牛肉的话 我们就切四方形 就切那么大块就可以了 大概是两厘米乘以两厘米 这个牛肉这样就可以了 好 下面是这个土豆 把那个皮 多余的皮削掉 因为这个土豆不能跟牛肉同时炖 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切出来以后泡一下水 不要给它氧化那么快 就切不规则的菱形 我们用盆子来泡一下水 你不用 这样你会装到碟子上 这个是原葱 这个原葱的话我们拿来冰过来 所以说它一般切在过程中就不会拉眼睛 把它弄散 再装到碟子里面 切一点红椒 搭配颜色 这个红椒也是卫生素比较高的 我们来切点蒜 这个等一下炖牛肉就拿来切 有一整颗就可以了 这个姜就拿来切姜片 煲汤跟炖牛肉都可以同时用这个 这个葱就切断 等一下炖牛肉用 这个青菜我们就切短一点 不用太长 这个老爷跟小孩都可以吃 太长的话就难以嚼碎 这个菜就做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吃 把它煲汤跟炖牛肉出来 好的 我们现在来煲这个汤 放入两三块姜片 这个脂脚可以发生直接倒入就行了 烧开了以后 大约煲的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因为要把那个脂脚 可以发生充分的煲 煲能出来 好 下面我们要把那个牛肉 烧牛肉把它烧出来 好 下面打锅烧热 倒入一点花枝油 大约5克 放入刚才切好的姜和蒜 还有这个 香叶 一点八角 一块沙姜干 一块桂皮 放下去 把那个蒜跟蛋要炒出香味以后 再放入这个牛肉 为啥不用砂锅 因为砂锅包出来的肉类特别的香 所以在家里面有砂锅 尽量用砂锅来用 然后倒入我们刚才切了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不用腌制 炒了一点饭白就可以了 然后我调小 然后加入一点料酒 然后放入清水 大概要炒一个牛肉的面 这个时候我们调入蚝油 炒到大概两三克的蚝油 一勺生抽 1.1克左右的白糖 调入小黄豆酱 好 我们加盖 大概先煲20分钟 再放入土豆 再煲20分钟 前后大概要40分钟左右 好了 已经20分钟了 我们放入这个土豆 再烧到20分钟 它把那个汁收完就可以了 再次加盖 再煲一下 煲20分钟 好了 我们这个汤已经炖了 一个小时了 下面就开始调味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所有炖汤 都要先包火再调味 不能一放汤就放味 放味的话 会把所有物品 那个肉类的蛋白质 都压在肉里面 非发不出来 那个汤就不甜 说说我们是先把那个汤包出来 那个肉里面的蛋白质 充分的到水里面 我们再开始调味 好 我们大概调了 两三克盐左右就可以了 好 这个汤就已经做好了 好 我们就可以打出来 这个汤就 哇呦 直角发生 好 就OK了 就可以上桌了 好 下一步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哇 剥了40分钟 这个烧牛肉 哇 多好 你看 鸡烧得刚刚好干 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 放入我们这个葱 就可以了 这个菜就 就已经可以了 目前你看那个土豆 非常的弄 牛肉也是可以的 这时候就是颜色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调一点点 迅速地调入一点点老抽 可以甜一点点老抽 更加点颜色 撒入点胡椒粉 OK 迅速把它翻一下 哇 非常的香味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装盘了 这个就是烧牛 做烧牛肉 哇 非常的香 好 下一步我们先来做这个洋葱 更新下去来 好 这个洋葱我们先走一下水 好 放入200克的清水 好 放入大概1克的盐 好 这个洋葱 就拿来走一下水 让我们走熟就可以了 就不用炒了 好 这个洋葱就可以了 用干水 就直接 就要生气过心了 好的 下一步我们炒这个青菜 好 做烧热后 加入花生油 好 我今天炒这个青菜也是用之前 我在自己已经曾经做过的这个视频 生橘 这个青菜 先把蒜米泡香 然后倒入油味菜 这个时候就调入一点盐 调入一点糖 比较大 把它慢慢的取 可能之前有的小伙伴 收这个青菜的话 取出来会变黄 好 我用这个方法 吃这个青菜绝对不会变黄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都试 好了 冻一下不要给它粘底 也不用加一滴水 炒出来的青菜会碎碎碎碎碎的 这个青菜就可以了 这个青菜就可以了 就熟了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要快速 这个青菜大概是30秒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最后一步就煮焦五 假如刚才我调好这个 人生跟狗子水 好 再加入我们 刚才熬好的这个粥 熬得要粘稠一点 吃起来才有利消化 有利食收 这个是人生狗子粥 好 我们调入淡淡的盐 只能 调入一克盐就可以了 有一点淡淡的味道就可以了 好 再调入两克糖 哇 非常的粘稠 这个粥 好 我这个粥 我在这里是好多常在煮 就是把狗子跟当生 分开煮出来 粥任来熬出来 好 这样里面也可以 在熬粥的固旋中 熬到一半 放入狗子跟当生 好 煮开了这个粥就可以了 好 大家好 已经做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吃吃 这个是花生鸡脚 放在浆上烧汤 非常的清甜 这个鸡脚包出来有点烂了 好 这个花生非常的 肚子去化 好 所以就要当 软包四分钟 走到这个糖 也就非常浓备了 好 下面我吃一下 这个 烧鸡肉 好 这个烧鸡肉 我们烧了 也是十分钟 把它跟这个 在烧的固旋中一段时间 都时候放 然后给这个鸡脚一起搭配 再来 这个鸡脚 可以讲的 鸡脚 鸡脚 已经是马上化了 可以讲的鸡肉 好 这个鸡脚 我是拿来生鸡 这样 跟鸡肉相结合的话 如果有四口 就比较香 好 这些蔬菜是我生炒的 非常地脆 非常地脆 再弄一下这个粥 这个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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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滑 猪狗 比较淡淡的这个 人生的这个 味道 还有粥 非常地滑嫩 好了 我们这一天 就已经完成了 我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